我們今天確定 今天公發佈的本土病例 有85,720個 那比起昨天超過9萬個來的少了一些 那境外移入的病例數 有41個 也比昨天來稍微少一點 死亡個案數有49個 比起昨天59個來 減少了一些 我們昨天總共有21個航班 我們進行落地 裁檢 旅客總共有1,227位 其中27位 我們檢驗出來是陽性 陽性率大概是2.2% 跟之前幾天看起來是差不多 今天早上有兩個航班進行落地裁檢 旅客總共73位 那檢驗結果都是陰性 那跟之前看起來數目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看起來 是陰性的 我們在陰性的 旅客總共有20位 我們在陰性的 旅客總共有20位 每個人都在陰性的 旅客總共有20位 我們要去和他們的聲明 變成 seats